二军十四号再度对乌冬及乌南发动空袭 造成至少六人死亡 但乌冬有一名女子福大命大 被埋在瓦砾堆下幸运获救 而乌军也持续的发动反攻 在南部跟东部都取得了局部战果 翻开瓦砾堆 发现一名女子一起上唇 就让人员继续将压在她身上的瓦砾移除 乌冬克拉玛托尔斯克十四号遭遇空袭 被埋在瓦砾堆下的女子幸运获救 但乌冬顿内茨克以及乌南奥德萨 能传出至少六人死亡 奥德萨这栋大楼玻璃全碎 外墙被烧得焦黑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呼吁国际社会 切断俄军飞弹零件来源 乌南前线炮火猛烈 CNN采访团队趴在地上寻找掩护 乌军发起反攻 持续在乌东及乌南取得局部战果 顿内茨克地区的斯托罗热夫 俄军士兵势衡遍野 坦克被轰得面目全非 不过俄军也声称在顿内茨克和扎罗热等三个前线 成功挡下乌军攻势 6月4号以来 共造成7500名乌军伤亡 甚至一次摧毁十多辆乌军装甲车 为了填补兵力缺口 俄国下议院通过法案 同意国防部和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签约 让罪犯为国报效 另外针对俄国总统普廷 呼吁华格纳佣兵和国防部签约 华格纳双半人再度明确拒绝 而国内部矛盾似乎越演越烈 成为人编译